电视剧《星汉灿烂》正在热播 该剧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小说 在原著里的女主承哨商是穿越过去的 上辈子父母离异 女主跟着外祖母生活 于是练就了小太妹一样的泼辣性格 内心其实很孤僻 亲情观淡薄 而这辈子女主父母没离异 因战乱自幼被父母留在祖母身边的留守儿童 正是因为现在社会的遭遇 所以她很懂得装观演戏来获得别人的喜欢 不过淑母不是擅长 她讨厌少商的母亲 也连带讨厌她 根本不好好教她 寓意将她养成一个废人 为此布下了种种陷阱 更是多番刁难成少商 女主为了保命 不得不假装荒诞 实则被地理苦学 掩饰自己的锋芒 等待父母的归来 随着女主父母的归来 故事就慢慢展开了 成少商的父亲及兄长非常的疼爱她 母亲也有愧于她 但是要求十分严格 一心想把成少商塑造她想要的样子 从而把这种愧疚转变成了一种固执的改变 两个人都倔 倔到一块儿去了 戏就来了 此外 吴磊出演的男主太吸睛了 他是少年将军 还是皇帝宠爱有加的义子 但是他的身世也没有那么简单 多年前的孤承爱让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名义上是林家的儿子 其实他是霍家的遗孤 霍家满门被图的背后是重臣通敌卖国 林布宜的仇人是他名义上的父亲 霍家的女婿 在灯事上出遇成少商时就对他颇有好感 后面的各种偶遇以及成少商遇险 林布宜带兵来救 这一切 林布宜都觉得这是他俩的缘分 可没料到的是 成少商早已经定了亲 后来因各种原因 成少商就解除了婚约 林布宜第二天就求圣上赐婚他和成少商 并对少商各种哄骗示弱 威胁 利用 最终成功让女主喜欢上他 但是在结婚前三日 林布宜为了给亲生父亲报仇 抱着必死的决心 竟然私自调兵抄了养父的家 幸亏少商聪慧 猜到林布宜做这一切的原因 并告知了皇上 他虽然被免去了死罪 但被发配到了边疆 驻守五年 而成少商的婚约也被解除了 成少商三次婚约情感之路颇多坎坷 而他与林布宜的相处之中 也阴差阳错卷入了他的家庭身世之谜中 后来林布宜从境外回来 却得知成少商和别人定亲了 他决定忘了他 可是在不经意间发现女主真正的心意 接着就发起了猛攻 林布宜毕竟是皇上宠爱的养子 有点厉害 有点霸道 他很爱女主 他要留住少商 少商终归是抵不住压力 还是解除了婚约 成少商自卑又无实 他的情路相当坎坷 可是成少商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就算最后被伤得体无完肤 那也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来客里 谢谢你